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 薄熙来事件秘密报告 作者 何平 黄文光 播讲 夏秋年 美国领事馆被围 王立军一走进领事馆 里边的中国人员当即就把情况报告给四川省国安厅的官员 国安厅立刻向北京高层报警 周永康闻讯后 立即打电话给薄熙来 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把王立军弄出来 帮助王立军安排与美国领事会面的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 在四个小时之后 仍不见王立军出来 也感到了大事不妙 他将王立军的举动报告给四川省省委书记刘起保 刘起保马上报告给北京高层 国家主席胡锦涛指示刘起保派武装警察去美国领事馆 防止王立军外逃 与此同时 怒火万丈的薄熙来 决计抢在北京方面得到王立军之前把局面稳住 他先派重庆市长黄其帆到领事馆去把王立军带回 黄其帆带着助手 火速赶去成都美国领事馆 要求与里边的王立军见面 黄市长与王谈了将近一个小时 试图说服他离开领事馆 但王立军拒绝了 不论市长许诺什么条件 王都拒不返回重庆 派出市长之后 气混了头的薄熙来 又派出了满载武警的警车直奔成都 很多目击者称 多达70辆 不过 先到的四川省武警 把薄熙来的武警拦截在美国领事馆的五条街以外 在场的一名重庆武警说 双方发生激烈的争吵时 薄熙来就坐在其中一辆警车里 得知黄市长未能把王立军带出来 薄熙来翻脸了 他借口重庆警方接到情报 恐怖分子在美国领事馆内安放了炸弹 下令他的人突破四川省武警安放的路障 准备强行进入领事馆 劫持王立军 随着对抗的升级 保护使馆安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 在领事馆内设置了防线 接受不同命令的三支武装队伍 在领事馆周围剑拔弩张 薄熙来准备袭击美国领事馆的消息 很快传到胡锦涛主席那里 据悉 他对薄熙来主导的这场武装叛乱十分震怒 薄熙来胆大妄为的行动 还令他感到尴尬 袭击领馆是破坏国际法的行为 在世界面前暴露了共产党内部的分裂 胡主席亲自给四川省委书记刘启宝打了电话 要求他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保护美国领事馆 刘启宝先是下令省武警占据领事馆门前位置 尽力与薄熙来的重庆武警周旋 接着 他匆匆在成都 纠集起更多武警和省国安厅的人马 阻止薄熙来的武警靠近 一位听过情况介绍的退休美国官员告诉我们 那天夜里 美国领事馆外边的武警大约有700余人 为了缓和紧张局面 四川省公安厅甚至给重庆武警送来快餐 劝说他们不要冲动 对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2月7日5月10分 由国安部副部长邱进带领的一个小组飞到了成都 立即赶往领事馆 他们将周永康的一封信交给王立军 周在信中许诺 如果你自愿离开领事馆 你的政治前途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 展开公平的调查 因为政治庇护希望渺茫 王立军赶到周永康开出的条件 是他唯一的选择 临走前 领事馆方面强调说 美国政府会密切关注他的动向 王立军同国安部人员一起走出来时 他看到全副武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部署在领事馆围墙内 墙外是大批中国武警 王立军一定意识到了 他的行动产生的严重后果 就在他快要上车的时候 重庆市长黄岐帆冲了过来 要把王立军拽走 北京来的邱进予以制止 在这一过程中 两人发生了争执 他们被分开后站在街道两边 各自给自己的上司打电话 副部长打通了周永康 周永康又给薄熙来打回去 要求他撤退 薄熙来不理睬 最后是胡锦涛介入 给薄熙来打了电话 向他保证 王立军企图叛国是一起孤立事件 对王的调查绝对不会影响薄熙来在重庆的工作 薄熙来才不再坚持 命令自己的人撤了 2月8日凌晨 王立军随国安部的人离开领馆路 王拒绝乘专机返京 他要求做普通航班 因为机场关门 他们先在附近一家酒店里停留 由四川省的武警守卫 等机场开门后 他们便乘飞机飞离成都 下午航空公司内的人在网上贴出王立军和国安部的人 包括副部长邱进的登机牌 上面表明 王立军是乘坐国航4113航班飞往北京的 王立军的叛国消息使国人极为震惊 他的领事馆一行 给职业漫画家魏克以灵感 他在网上贴出一条讽刺的帖子 方间疯传 重庆某打黑要员夜间叛逃到成都美国领馆求政治庇护 美领馆拒绝被国安逮住了 不知消息真假 求辟谣 但不管是哪个狗日的官员 咱们都别往美国使馆跑啊 你们不是愁美吗 你们不是忽悠的脑残五毛 蠢的跟猪一样帮你们说话吗 你们干嘛不往你们歌颂的朝鲜跑 美国人啊 轰走这帮龟孙子吧 王立军被带到北京以后 他的支持者与政敌继续在博客上激烈论战 同时 北京的知情人也不断给海外媒体提供惊人消息 破除王立军所谓国家打黑英雄的神话 让王的支持者哑口无言 举例来说 4月11日 博讯和香港的外餐都刊登了文章 谈到王立军搞的监控项目 一个知情人说 王立军借打击犯罪分子的名义 2009年同中国网络审查体系防火长城的设计师之一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斌兴一起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监控系统 包括电话窃听和对网络通信的监控 王立军还在一些高层官员造访重庆时 对他们的电话实施窃听 王立军发现胡锦涛通过安全热线定期与他的朋友 重庆市委常委刘光磊通话 他便开始窃听他们的谈话 窃听装置后来被中央办公厅的技术人员发现 窃听领导人的电话 在北京上层被视为头号禁忌 在60年代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 在毛的专列上安装了窃听器 录下了毛泽东很多玩女人的对话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杨尚昆为此受到了严厉惩罚 提供这一故事的消息人士推测 王立军也会被同样严处 这个故事被揭出之后 我采访了IT专家 专家认为所谓监控在技术上不大可能 不过后来王立军的起诉书表明 知情人的信息大部分是准确的 根据法庭文件 王立军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治 自2010年来 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 先后对多人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南都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说 王立军治下的重庆公安局 共花了27亿采购来自德国和以色列的监控设备 在2010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 王立军夸耀说 他的大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 另外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 买机票或刷卡消费 警方都能立刻知道 重庆公安局还能够使用GPS定位技术 监视罪犯和政治异议人士的行动轨迹 春节前几天 4000多名有犯罪记录的外地人员进入了重庆 6小时内 3400多人被警方锁定 警告他们离开重庆 除此之外 重庆的一位官员告诉明镜新闻网 王立军生活方式十分堕落 他戴的手表价值50万人民币 他喜欢收集限量版名牌西装 一件就要20万元 在他搬出公安局办公室时 搬家工人准备了40个纸箱来装他的私人物品 结果用了80个纸箱 绝大部分都是贵重礼品 2010年 王立军用没收或敲诈被他逮捕或拘押的私人企业家 以及家属的钱 设立了英烈救助基金 这一基金应该是为在执行公务中被杀的警察家人 提供经济补助的 有时候却赞助了王立军宠爱的项目 有一次 他用这一基金为宋祖英的一次音乐会买了几百张票 很多这类与腐败有关的说法 刚听到的时候都当是传言不可信 结果都出现在王立军的起诉书里 2月13日 我接到重庆一个消息来源的电子邮件 他重复了一番王立军患有间歇性妄想症的故事 说王立军既神经质又偏执狂 一门心思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 每次出去视察 他都会动用直升飞机 哪怕路程不到30公里 他在城里活动的时候 总是有大队的警车护送 住酒店的时候 他的保镖大多是身穿红制服的女警察 便在走廊里步岗 另一个消息来源 也提供了类似的例子 说明王立军的精神出了问题 2012年1月6日 一名盗匪在南京市城南一家银行前 杀死了一名顾客 抢走了20万元 随后的侦查发现 那人在另外两个城市 包括重庆也犯了同样的罪行 杀死7人 伤2人 抢走48万人民币现金 公安部命令这三个城市的公安局长 协同破案 在罪犯再次行凶杀人之前 抓住罪犯 在侦查过程中 南京市公安局长 接到王立军的电话 说他已经抓到了嫌疑人 南京市公安局长文言很兴奋 马上飞到重庆 却发现那只是王立军的幻想 如果他真的患有精神病 为什么上面要掩盖他的精神状况 还允许他在这么重要的 执法岗位上继续工作呢 我问 我的消息来源没有回答 据说王立军到北京后 这些精神问题的说法 使得胡锦涛的中办主任 找来精神病院医生 对他的精神健康进行了评估 然而 从他精心策划的逃跑 到他后来在法庭上的作证 我们所看到的王立军 是一个不仅精神上毫无问题 而且拥有一个老练警官的敏锐 在被逼急时 他成功地制造了一起国际事件 挫败了对手 而且救了自己性命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